没想到真的有湖南老兵一个人的故事 背后也串出这么多的故事 甚至是活活活 难免也会有所谓的集体记忆 那还有其他湖南老兵也一样吗 我们知道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过在结束之前 日军才在湖南又发动的 最后一次的大型战役 也就是湘西会战 那我之前呢 访问过一位来自于邵阳的 赵日星赵伯伯 他就经历过 那这位赵伯伯 他们老家距离衡阳 大概有二十几公里 家里算是小地主家庭 那1944年衡阳会战 他说其实四军来来去去 军长王耀武还有李天祥等等 都住过他家里 那有人好有人不好 至于像一百军的军长李天祥呢 是不吃红色的米 所以保长呢都还要动员老百姓 把红色的米全部都把它挑出来 王耀武还有李天祥 在我们家里都住过 他们那个来的时候都说 做教授 十个人台 有一个军长到我们家里 他们吃了这个米 我们有红米 我们湖南有钱的米 很米 有厂商有红米 叫得我们保家 怎么办 没办法 把那个红米分到我们没家 就把红米剪掉 谁好谁不好 我们有问 可是赵伯伯他不讲 他只有说 这衡阳保卫战的时候 他们有听到枪炮声 可是呢 其实四军的军长 王耀武 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在打 经常都是他们小朋友在前面跑 那军队在后面跟着 那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有这种事 难怪衡阳最终陷落 衡阳保卫战 他在爆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守军是 翻先决的第十军 将近两万人 那王耀武他率领的是 第二十四集团军来救援 下面有七十四军 一百军 还有七十三 七十九 这些 我们之前呢 在讲衡阳保卫战的时候 有特别做过的一级 遥远的枪声 说的就是 援军怎么都没有来 只有在遥远的地方开枪 就是等于说来支撑城内守军 他们死守的意志 那之后呢 在国防部出版的长衡会战 其实也有明确的说 衡阳为什么会陷落 涉及到了七十四军 军长玩药武 那个时候没有用力的去救 不过呢 赵波波他还是讲 那个时候 大家还是很崇拜国军 因为这些军人呢 要打日本人 所以那个时候 军人威武的不得了 你不崇拜 还是得崇拜 这有点 我只能讲说 即使有的军队会保留实力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有的战役 是真的是用命去填的 虽然说这种战役 并不是说特别的多 可是还是有机场 是属于典范 比如说像残德 或者说像是衡阳保卫战 这些都是非常的特殊 整个城几乎都打造 只有剩下一两栋建筑物 是稍微还可以 其他都全部都毁灭 那像郝伯村的那本书呢 还特别提到 衡阳保卫战 堪称抗战中最惨烈 最令人动容的一意 会不会是郝伯村 他自己的想法 抗战胜利以后呢 国民政府那时候 有特别订定 把衡阳命名为 抗战纪念城 在月平公园 新建的衡阳抗战纪念城 四番碑 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要挑选衡阳呢 是因为衡阳的老百姓 特别是衡阳当地人 认为说 全国省份以湖南为最长 湖南又以衡阳为最长 所以特别拨款新建 因为财政困难 还有一度缺料缺钱 这个地方自身 都还特别的去抗疫 那我很好奇 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 最终陷落 那碑碑呢 因为日军那个时候 到处烧杀 特别是在洞庭湖的湖边 所以呢 赵碑碑他们 在逃离家园的时候 他也看过日本人的 一些残忍的行为 民国33年来 我们家乡林间 那时候我在十多岁 正是赌苏的学生 我没有参加战争 但是呢 我经过战争的折磨 跟到家里逃难 但是我 我因为很小 就没有父母亲了 我跟到叔叔 叔叔带着我两个妹妹 逃难来 经过战火 可以说 死九十亿生 救到这一条命 日本人一来 我们后面 有一个邻居 最苦难 他两个儿子 大儿子 逃走的时候 被打死了 小儿子 带着老婆 就逃难 这个老婆 大肚子 走不动 被日本人 强暴 流产了 逃到哪里 他们逃到了湘西的淮化 一个叫做旭浦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距离 紫江不是太远 他们由公家发米自己做饭 要去十几里外的地方 自己去淋米 还要到山上去看菜 这很辛苦 可是至少远离战火 其实没有 因为他们到了湘西 没有多久 在1945年的4月 又遇到了湘西会战 也就是雪峰山战役 这场战役 日本又称紫江作战 那这个是抗战的后期 日军在中国战场 发动的最后一场 大型的进攻战 那主要的作战时间 是1945年的4月到6月 这还真的都集中在湖南 难怪好杯杯会有感而发的说 湖南牺牲的最惨 那我想问 为什么到最后 日军又选在湖南作战 其实呢 这还是与日本军 1944年的一号作战有关系 因为国军那个时候 在正面战场呢 除了衡阳打得不错 其他基本上都打得不好 甚至可以用溃败两个字来形容 那结果呢 这就导致了 衡阳 林林 桂林 柳州等等 30多个飞机场 全部都被日本给占领 或者破坏 那只有湘西的紫江 还有湖北的老河口机场 没有丢掉 所以这两个机场 就成为美国轰炸机的重要基地 那到了1945年的3月 因为老河口的机场也丢了 紫江机场就成为下一个目标 现代战争制空权 壮于一切 对对 所以呢 日军就在1945年的4月到6月 才发动了最后一场的大型战役 想要把紫江机场给拿下来 这段期间呢 赵伯伯讲 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飞机 把飞过来的日本飞机给打下来 那结果呢 被打伤了日本飞机 受伤了以后呢 还故意往他们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 故意的转下去 还好没有死几个人 见过大风大浪的口气 那国军打得如何 不是说1944年那时候的一号作战 几乎是全面性的溃败 对 因为那个时候滇敏公路已经打通了 那有些部队已经使用了美元的装备 而且呢 蒋介石还把在缅北料要巷的新六军 控运到了紫江 所以最后呢 国军联手把日军给打回去 那上完比大概就是 国军两万一千人 换取日本军大概一万两千人 伤亡这么多就是为了一座飞机场 因为抗战中末期 所谓的沦陷期不代表 他就远离战府 因为那个时候美军的飞辅队 已经开始在支援中国 所以呢 这个轰炸机会来轰炸 像是1944年6月17日 残杀沦陷的第二天 中美的空军就开始空袭 更不要说呢 像是湖北武汉之类的大城市 像是在1944年12月的汉口大空袭 那个是非常的惨烈 也是一片焦土 大火就沿着残江的沿岸 这样子连烧三天 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汉口就这样子毁掉 三万多人就这样子被炸死或烧死 马英九这次有到长沙 有到武汉 都是抗战时期 有被轰炸过的地区 汉口大空袭 也是焦土看战的另一种呈现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解读 不过呢 战争本来就是必要之二 所以还好 因为日军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 那在1945年的6月 湘西会战结束 才两个月 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 整个战争就结束了 赵伯伯呢 他们也回家 不过因为战火的关系 所以整个家境变差 那他为了要减轻家里的护挡 所以就只好从军 最后呢 加入了湖南名将 陈明仁他的第七十一军 跟着七十一军到了上海 后来再到东北 打过了四平街战役 最后再来到台湾 这边看起来 那么快就将军了 我们要出去 对吗 好